妈,今天是您离开我的第七天了 您已经到天堂去了 您在那儿应该在天堂应该过得很快乐吧 我为有您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画面中的人名叫焦影 是明代爱国将领原重换第十七代守墓人 蛇幼之的女儿 8月12号,蛇幼之因病逝世 这天是母亲头七 焦影在家中摆放了母亲生前爱吃的食物祭拜 焦影回忆说,母亲一生都在为守墓而活 临走前曾留下了三个愿望 她希望我能借过她的班 把这件事情传承下去 所以她临走的时候 她在病动的时候 我有很多次跟她表示 我说您该放下的放弃 您没做成的是,我尽我的力量去做 她放不下的就是她的三个愿望 第一个就是回去继续守墓 第二个就是全面恢复建筑群 第三就是深情非遗 当被问及是否继续守墓事业 焦影坦言 虽自知能力和毅力不及母亲 但也会在工作之余尽己所能传承母亲一致 我是这样答应我母亲的 我说舍家的这种几百年的这种执着 这种忠义忠孝 刚正不阿的这种精神 在我母亲身上都体现的一朗无鱼 我作为她的女儿 做不到她那么好 起码我能做到抽空抽出时间来 到墓地去打扫打扫卫生 捡捡草,浇浇水 这一点我起码我能做到 她的这种精神我会传承下去的 焦影介绍 2003年,袁重焕纪念园 曾邀母亲去广东东馆工作 但母亲认为祖训不允许她离京 最终决定让奢幼之之子 焦瓶南下东冠 遗憾的是 这期间焦瓶遭遇车祸不幸离世 年仅28岁 最终焦瓶的骨灰被送到纪念园 永远守护袁重焕将军 焦影说 很多人关心自己 是否会让下一代继续守墓 在这一点上 她将会尊重孩子的意愿 其实从某些层面上讲 我弟弟已经永远的守下去了 至于我的孩子 那就要看他今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看他对这件事情的 有什么想法 我不会去强迫他去做什么事情 如果他愿意 那是 可能我会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跟他有意无意的 去沟通沟通这些事情 尊重他的意愿 我不会去 我不去勉强他 在焦影的记忆中 母亲一辈子都在为 原重换木合瓷的文保单位身份奔走 最终在2006年 原重换木合瓷被列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焦影看来 设价世代守墓 实则守护的是忠孝奉献的 中华传统美德 这些品质值得被永久传送 守的是这种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守的是忠孝奉献忠义 这种美德 如果蛇家人 蛇家的子孙不孝的话 不可能有几百年的这种守墓 这么坚持能传承下来 蛇园两家是不可分割的 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这种情况下的守墓 守了390年 在世界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